大家好 星期二晚又到通靈寵安 馮發韜師兄 你好 因為師兄有一天在街上和我偶遇 偶遇的時候發現師兄弄傷了腳 然後當然上前慰問 既然有傳也能碰到你 不如上來就沒有聊天 好啊 師兄 雙腳沒事吧 雙腳沒有 但我是舊患來的 舊患來的 年輕的時候打籃球 扭到 通常平均每十年左右就回法一次 這麼定期嗎 差不多 我才想起 什麼時候是第一次呢 我想上一次是什麼時候呢 上一次想想 再想想 第一次是什麼時候呢 原來就真是追溯 一翻查就已經十年了 一翻查就已經二十年了 舊患的事情 不過有時候我們人的身體 好像有一個記憶系統 你一個不注意觸動那個位置 它是重覆那個位置 令你不舒服的 這是一個不知人體很奧妙的結構 等同意你曾經弄傷那個位置 明明就好了 你是會皺著那個位置 你是會皺著那個位置 這是記憶宮殿 是啊 因為我又記得上一次和師兄 聊一聊 聊到他的尾段 尾段是一個叫做老班經 我回答 咦 師兄 我們夠時間了 留下一次說 所以今天就約了他上來談這個問題 是 阿師兄 老班師傅 我就認識他們這樣的習俗 就是來自一些工程 以及一些所謂的建築行業朋友居多的 是 裝修 但是老班經是什麼呢 我真的沒聽過老班經 老班經 因為老班這個人物 其實我們香港有老班廟 意思就是 我真的是鄉下仔 在哪裡來的呢 在上環那邊 沒有記錯在上環 總之是港島區 不知道上環還是西環那邊 是有老班先師廟的 因為可能他們那邊會比較老香港的人 以前在廟裡 因為我記得 這個製工廟也是在那邊 在荷里活道上一點 因為我去過 很小間而已 其實那裡樓梯級的全部都是山邊 山邊來的 山邊來的 全部都走在樓梯 載不到的 大家不要想想 可能我記錯了地址 總之差不多為止 大家可以上網自己查一下 簡單來說就是 他是所有 基本上所有我們叫做三行的人士 什麼叫三行呢 就是泥水做木打石 基本上都是以他為做一個祖師爺 因為其實是他 很有條理化 或者很有天分 將這個手藝做好 以及做得到出來 後人就專稱他是三行界的祖師爺 也是的 我記得在過去的 我想也不是這幾年 超過十年以上 甚至乎二十年 香港每一年 有一個老班先師彈 是有這個彈 而這個彈 有很多從事裝修工程建築的朋友 是一件很大的喜慶事 是 全手位 他們會圓開幾十隻吃飯 而且我曾經跟了一些朋友去參與 真的很高興 原來這些大事大節 等同於我們好像春明一樣 是各路不同業界的朋友 去了某一個主辦機構單位吃飯 大家真的差不多 好像是一個叫做團拜 其實 老班經就是裡面一些什麼元素的東西 跟老班師傅一樣 相傳 老班經就是把老班先師的一些首藝 一些傳承集結了 據聞有分三個卷 上卷、中卷、下卷 裡面涉及的東西很多 現在流傳在細 很大機會只有上卷和下卷 是 那說什麼呢 上卷很大部分 都是說一些 真正如何做木工 做泥水工 一些真正的行業的技巧 現在很難用 因為現在你會看到 現今的木工已經是修羅斯和打釘 是的 在古代做傢俬 又或者是近代才改變 之前做傢俬其實是講入筍的 即是有一個木工 可能是 大家就把手這樣 就可能用一個鑽 鑽到中間有一個筍位 然後這個套下去 就變成可以不用用釘釘 將一件傢俬或一件製品做出來 由小至做一個櫃 一個櫃桶也是這樣做 由大致做什麼呢 以前的房子 你知是全部停台樓角很多 現在你看到舊的廟 大橫樑 大橫樑 有些柱 有些柱 飛出來的寧角 那些全部都是用木工 入筍 入筍 其實那件事是複雜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涉及那件事 是一個很精準的幾項同案計算 那件事其實是現今人 現今現代人的知識 都覺得是一件很難的事 但是當年 老闆先生是能夠將這件事做出來 以目測 對 經驗 做出來 最厲害的是什麼 沒有機器的 最厲害的是什麼 例如一塊木板平面的 是 它可以將這塊板造成一張接合的燈 基本上中間純粹是沒有釘的 是靠那些木和木之間的幾何的接合位 扣上去 扣上去 變成一張接跌的燈 平時是一塊板 之後變成一張燈 這些只是其中一項 東西而已 還有很多的 例如怎樣做一些鎖 是 或者我們古代以前 怎樣做木梯 都是它做的 另外它發明了一些什麼 它發明了鋸 原來鋸是它發明的 嗯 話說當時 它有一次上山 有時有很多樹葉 有些樹葉有時有些鋸齒狀 當時鋸齒狀 它碰一碰樹葉 被鋸齒狀割傷的手 它在想 咦 為什麼突出來那些鋸齒狀的東西 這麼容易割到我的手 是 然後它在想 如果用這東西造成一把鋸 割木 割木 就很厲害了 那被它想通了 就真的發明了一把鋸出來 那時候木工的跑 鋸 鎚 鎚 鋸 梯 或者我們用麥斗彈線 彈一些水平線 拉出來 都是它想出來的 因為很奇怪 這種入筍的技術 是很難的 我曾經上過課 你上課 好厲害 我去學工程 我純粹興趣去玩 就約了一位老師傅 他專門去教 即是教我們怎樣入筍 教我們怎樣水磨拋光 從滴架 令它變光 很漂亮 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說 嘩 這樣做一件事 不是做了很久 他說是 所以這些是人工 和一個時間性的工作 一個手藝 你要快便釘槍 皮皮 就釘完了 是 是 但記住一件事 你釘槍 釘會生瘦 以及受其他的壓力 因為負荷有限 你就會斷 是 但入筍呢 因為它用了幾何和力學的支撐 沒錯 它咬死了 你推不住它 是很神奇 但原來入筍這次的功夫 我們這些叫做 雞毛蒜皮 因為學習 捕完捕完 咦? 吸不住 吸不住 接著 我們老師過來 再作作作作作作 你開心點 不要直入 要有一個斜角位 讓它咬死去 這些是你學過才知道 顧之宜 我學完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我不是做過學 只有我知宜 你做過行也很難 因為現今社會 太講經濟效益 急速 所以你要做一個穆加斯的製品 就變成釘釘修羅斯最快 不合乎經濟原則 所以這些手藝 現在還有的 真的還有人傳承到的 不過是國內多些 亦都不斷有人在復刻 即有時候可能在古墓裏 出一些我們叫白書 簡單來報的書 亦都說如何構造一些東西 做得出來 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想看這些入筍家師 例如大會堂的圖書館 有 有 30年前做的季 全部都這樣做 因為是政府工程樂標的廳打 是指定這樣做 會有的 近期已經不見了 因為泰國成本太高 不合乎經濟原則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多機器 全部靠師傅的手藝 所以你看看以前30年前 40年前所有的木器傅師 可以保留到今天 是完全不會爛的 一來 而且有些木是做得好的 舊木不腐爛 或者腐爛不大 基本上 古代很多 譬如說幾百年的 都可以留下來 這就是當時的醋 又到了這個層次 很多時候 我們為什麼這麼多人 好奇會說 我們今天說老班經的事情 裡面 因為涉及有一些 巨文傳說的秘術 或者一些邪術 是很恐怖的 我有沒有聽錯師兄 不想跟大家講一下 畢術和邪術 是 老班師傅 老班經 又不是有什麼 具傳 是這樣到 當然有沒有人借了老班先師的名字去出呢 有些其實是無從矩巧,因為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故事 話說當時老班先師已經是一個半神仙級的人物 剛才說的故事,他可以在一些舊的史學書中有講過 他說他可以做一隻木曉,不是紫曉的朋友 你當作是木的小飛船,可以載人 還可以連飛三天,不離陸 木的,飛得起? 傳說是要念咒語 這個多啦A夢那個隨意沒有 差不多的感覺,有很神奇的 我記得那部電影,叫時光機 時光機更厲害,可以穿梭到未來 說是可以做到這樣的層次 當時的故事是說,老班的太太 當時懷著寶寶,但老闆就去了外國 在另一個國家做木工,很繁忙,很多人邀請她去工作 當時,她的太太用了一對咒語,令這隻木造的木妖 即是木飛船,式飛,打算去探望她的老公 但在途中,她的太太臨盆,原來她的法術是不能碰血的 她臨盆,又穿了一些血液,令木飛船失去法力 就聚機,變成她的太太和未出生的小朋友 因為這樣而過世,所以也有相傳過,看這本書的人 要有條路要選擇的,要是憑,即是沒有錢,要是沒有後 也很絕巧 要是又要窮,又要絕後,很絕巧 要是腰折,即是子女可能有機會,總之是沒有後人 即是當時的傳說是這麼誇張的 那裏面有什麼呢? 我們看看時代背景,有機會是這樣的 因為以前有句話叫做 殺人放火,金腰帶 老人勒索 收橋補路,沒有施鞋 簡單來說,在古代以前 一些較為做木工,或者泥水工作的打石的人 其實在社會地位,未必是很高 即是偏低的 都是一些粗人,以前那一代叫他們 粗活,簡單來說,好天曬,落雨淋 以前的木材又不是真的現成買回來的 是斬樹的,只是刨的 然後看看如何制乾蓋,然後防腐防重 那才有一塊木材,再出來做 簡單來說,你進入深山老林多 那就多型多問題 可能蛇蟲鼠矮,咬你又不定 老虎又不定,怪獸撞鬼又有 生精妖怪又有 變了很多問題出現 簡單來說,就是很大機會 個人會不舒服 或者很容易被摘傷,死了 而且對他們那些,又可能不太好 即是有錢人,權貴 可能就會欺負他們的薪金 又說,你們不用吃那麼飽 吃那麼飽,你們又會 沒有心思工作,即是睏睏睡 我們他們是勤力的 即是可能是這樣被人欺負 所以相傳,就說中間有一些秘術 是怎樣對付一些對他不好的人 所以就有這些秘術出現 即是因為一些外來不公平的事件 令他們產生了瞞秘術 就是對行這些惡勢力 一來,二來其實在古代 對山林,即是一些樹木的東西 或石,都是一個很有敬畏的心情 是呀,因為是自然現象,和自然生物 是呀,他們變了很多時候 譬如說,你入山,砧樹 要摘一日,摘一個日子 砧樹 哪一個區域的樹可以砧,哪一個區域的樹不可以砧 這個我又記得,好像在我們通信裡面也有 有的,有的 有定了一些日子,是落殃的 譬如種東西都 不是說你隨意喜歡哪一日落就落的 是,還有就是 講話,簡單來說 純粹是講一個效果 如果你那天日子做的事情是好的 那就自然你的效果就順利一些 還有效果出來就有效一些 那如果那天日子不對的 你做的事情 那些人有機會就可能 沒有那麼順利了 是 突傷手,撞傷腳,斷了 你知道那時候醫學又不是很高水平 那些人撞傷腳,一跌就可能 一輩子都是跌的 很可憐的 所以他們就會有很多 敬畏簡的日子 什麼時候入山,什麼時候才可以打石 什麼時候可以斬棵樹 對 移動土 移動土 全部都有這些日子各樣的 那《老班經》裡面 最初是講很大部分是這一部分的 技術型的東西 真的如何入山,拿石,各樣 這些亭台流角如何做 尺寸如何,準則,原則如何 有這些 剛才說的一些秘術 就是一些叫做 叫做 保障 或者保護 一些叫做 受欺凌的一些工友 工匠 工匠 裡面有很多五花八幻 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 這些東西是 為什麼被人說歷代禁書 又或者是 這麼嚴重 去到禁書 對 相傳是禁書 因為裡面有些東西就是 很簡單 但很有效 但又害了人 是 如果那些人學完之後 深術不正的 那就是麻煩了 變邪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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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了人 但你要記住 古代裡面 真的很多時候 是不公平的待遇 有 真的很多時候 真的 黑扣你工資 又或者 不給飽飯你吃 又或者 甚至乎 昨天才不是說的一句 很多時候 去到很遠的地方 建造一些 大型的基建 為什麼 修橋補路沒有私鞋呢 意思就是 很多時候 噢 做做黑死了 因為 每個人都 對這件事 不是說 尊重我們 有這麼多資源 那屍鞋 可能真的 就地 又掩埋 沿了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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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是拿來做鋪路 好像 長城 長城 是其中一個例子 建造的時候 很多時候發現 下面是 鞋骨 鞋骨 其實就是 拿回來 做建築 嗯 變了很多時候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是需要一些東西 保護自己 嗯 裡面有很多 其實裡面都有很多 涉及一些 叫做 醫術系 例如你可能 弄傷手 弄傷腳 咬柴 或者斷腳 怎樣有一些符咒 是可以 幫助一個 例如工匠 或者幫助他 令身體回復健康 有這些 但同樣地 亦有一些 叫做 害人性 為什麼要說這些呢 因為很多時候 你們不覺得 其實現今香港 仍然有人用 有的 有的 師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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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邪術 用不回 例如 以前是還糧 現在香港沒有 石屎 一個框 沒有還糧 以前 就在還糧上面 收藏一些東西 是 收藏一些好的東西 就好 收藏一些不好的東西 但是這家人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很差 頭頭碰著 黑 各樣 有的 藏下去 藏下去 鎮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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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潛移物化地 令到空間能量出現變化 嗯 相應的東西 相傳收藏一些什麼呢 收藏一些 爛的 爛的碗 爛爛它 一塊破爛的牙 這些很輕微的東西 對 你是發現不到的 發現不到 對 有些就收藏一些骨頭 即是動物的骨頭 收藏在屋的一個位置 有時是還糧 有時是戶口 有時是陰氣 那個陰氣就會聚集 令到這家屋的風水的磁場轉了 令到這家屋的人的祭遇 就麻煩了 翻天覆地的變化 其實以前很多人 現今也是 其實三行這個工作 亦是不得罪的 是 因為簡單來說 其實別人都想幫你整個好家 大家就 互相尊重 大家互相尊重 最重要是 價錢談好了 就是這樣 不要每次都 要跟別人爭脫 各樣 因為我聽過一個例子 在我們法門有聽過一個例子 就是 遇過就是 這招很絕 是 我聽過幾宗 基本的 譬如是藏起一條鹽蛇 藏起一條老鼠在哪裏 你猜一下 那一條 涉及一些法術 因為法科的法門很闊 有害人 亦有醫人 兩樣東西是並存 這個世界是陰陽 並存的 譬如你說 藏起一條老鼠的屍體 又藏起一條四腳蛇的屍體 會令到那家人不好呢 這些大家很明確聽過 這些很簡單 有些東西是甚麼呢 就是放一些法術 在哪裏 你猜一下 在屋裏面 屋裏面 你猜一下 放在廚房 廚房 籠統地種 廚房是甚麼位置 廚房 我想它會放在灶頭 這次它不是放在灶頭 不放在灶頭 不放在灶頭 最後一次 你猜一下 你猜不到的 不放在灶頭 放在一條奎套 放在電錶上 蛤 電錶 高手 真的高手 放在電錶上 你猜 我一開始覺得 有否可能 因為我們覺得電是科學東西 是 法是古代的東西 通不通呢 原來又通 他放在電錶上 這樣就個人了 放在電錶的電箱上 是 電都走暈了全家屋 因為可以發出去 所以全家屋 都好像有一個邪氣的瓷場 嘩 這樣就誇張了 明白 那家人真的不順利到一個極點 最後 真的去到法門的求助 有一些師公 簡單來說 一些神仙 就開口 說 在電錶上下了東西 這樣就有意思 這樣 才知道原來 為何整間屋的運行 出現這麼大的問題 整間屋好像有一個魔法罩 罩著不行 這樣就解了它 這家人就變回順利了 高手 高手 科學與原學混在一起 真是高手 高手 這件事搞到其實也很麻煩 搞到那些人搞了很久 終於就叫做 解決了一件事情 是 所以我們就說 為何在古代的人民 那個文化背景底下 為何三行師父有時 會懂得這些秘法的原因是這樣 師兄又引申這麼說 這個又叫做 想整理 想幫你的 是不是在電錶下手 又能幫到你的 我們未聽過在電錶下手幫人 其實幫人 我們一定是 例如平時用風水 用符章 即是用符去幫他 或者做一些星雲的法事 就行 沒有在電箱上做星雲 我想你們找人研究 我是有一個不符合的方法想的 你們找人研究一下 我們應該還未想到這樣的 是 變了很多時候 一些奇異的情況 嗯 在這個《老斑經》裏面 有很多很簡單的記載 譬如說 什麼呢 譬如將穀物 即是穀物 即是米 連著殼的穀物 譬如收在門上 或者收到糧 或者某些位置 又會令這間人 又不符合 又容易找到前菜 這是在我們北方的一些 叫做村落城市 我常見的 是 很常見的 是 他們將一些穀物 甚至乎一些他們種的植物 擺在一間屋的門角 我不知道是否屬於同類型的東西 同類型的 很多 我常常想想 為何有什麼東西在這裡 以為它掉了 又不是 原來周圍都有 我們發現 裡面有些東西屬於 叫做 需要 等價交換 嗯 大家知道 這個世界是這樣 我們聽很多故事 有時候 有一些法力的東西 不是邪術 無論是法力的東西 正和反 都可以同一時間出現 是 有時候是等價交換 譬如這樣 你若然 根本書裡面 你願意接受 沽憑腰 簡單來說 沒有錢絕後 病 窮 這樣 有機會得到 回來的法術的力量很大 是 因為等價交換 條款 那條款大 是 變了有時候 在這麼大的法力下 變了有時候 很簡單的東西 都會 去干擾這家人的家 嗯 其實有的 近什麼呢 我想近這幾個月 我都有聽到一個朋友 說他爺 爺爺的一輩子的人 是 又是得失了一些 幫他整屋裝修的人 嗯 真的在一間屋的四隻腳 的屋 真的在屋的範圍 四個角落頭 就真的做了一些邪法 那你就干擾這家人 幾代人都不好 真的第三代 去到 都是有一些怪異靈異事件 還有不順利 有些是狗病難遇的 嗯 有這些事情 所以要有人需要去查得到 要破法 這件事情就會有變化 也是的 因為有時候這件事情 真的 好像師兄所說 因為他們始終是工匠 他們去做施工的過程 裡面 有很多 例如有些師傅 去幫你的時間 在裡面擺陣 在你起屋那段時間 因為我記得 有一個朋友仔 跟我說過 你看一下 因為他們都是內地的 因為內地 在一條村裡面 通常是自己住一座 是的 那位師傅都來到之後 通知我 你什麼時候開始下樓 我先幫你放些東西 先 那就是在幫這家屋的屋主 幫他升運 裡面放些什麼 我就不知道 因為有聽他們說過 摘好時辰 幾月幾日 大約有什麼事 你就動 我就幫你放些東西下去 你再做下去 然後就 從此就藏在地上 那些東西 是啊 很大件事 有時候如果是藏下去是好的 那當然是 風山水器 很好 如果藏的東西不好 那怎麼辦 沒有得拆的 你怎麼拆的 已經下陣了 你要拆整個屋子 才可以再建建東西上來 是啊 那到時 因為我們遇過的個案是這樣的 你信不信 一個 譬如我們風水師去到現場 嗯 你是不是真的信到風水師 說這件事 百分百 說什麼 真的聽 是不是真的會 拆開地板 以前是要拆屋的 那就麻煩了 那拆地板也很難 現在 譬如你家中間 這塊磚 我真的有感應 在這塊磚流下 一定有 拆穿它 你會不會拆穿 那一塊磚 對 拆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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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掉後又怎樣 師傅 很多東西出現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會遇到這些問題 有時候很有趣 譬如像你所說 我記得N年前 銅鑼灣 現在叫黃室堡 以前叫溫沙大廈 是 那幾塊雲石 胡仙事件 你看看 這是石文 大家 因為有些都市傳說 結果 後來 我一直都是聽 而沒有人證實 以前 沒有東張西望 又沒有看真點 不會搜尋這些事件 譬如報紙和雜誌 說到賄形賄聲 又說 上過去之後又不行 又被狐仙捉了 小孩子被狐仙捕走了 又死了 很多這些事情 簡單來說 我有一個 也不是嚇一個朋友 我Facebook認識的粉絲 他是當日這個事件裏面 其中一間酒樓 事發的酒樓 他當日在裏面做滋客 他有說 其實沒有那個小孩子死的 即是滿月BB死了 這件事 說了很久 這件事傳了很久 但他真人有說過 是沒有的 他也有上過其他 網台有表達的 這件事是沒有的 真的 因為那時候 為何你要這麼肯定說沒有 其實整件事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那時候發酵到這麼大件事 所有傳媒 報紙、雜誌都說 有BB死了 當事人不出來說 一定有人說 如果大家去到全成業 等於現在 七十多歲 八個大人 七十多歲 他很紅 真的很紅 真的很紅 每個人都去水 你看到那個情況 為何到現在 都不會有個當事人 或者是有個解說 甚至乎 他更不開心 也好 過了這麼久 可能他都會想 大家不要再提這件事 當已經成一個過去了 證明這件事 是一個叫做都市傳說 但是你先說 雲石有機會 其實我們有時候 去做事的時候 譬如幫人清屋 或者是 吵鬼 有時候 靈體是進入了一幅畫 我聽過 有的 曼陀羅也進入了 什麼都可以進入 是的 基本上 沒有說 因為這件是法器 是的 是比較難進入 你連曼陀羅的一幅神聖畫 也進入了 那裡是厲害的 是的 有時候就是 是的 那個案件 那個案件不能夠說 回合咪後說 那個案件不能夠說 我的客人說不要說 不要開名字 不要開地域 不要開地域 是的 是的 說進入了花瓶裡 哦 花瓶在旅行的時候 是一個專賣古董 到一些店頭也有用 是一個特 carre 牛樺 原來有人 dedi 那一部手抓作 的畫中是一個 通常人的 嗯 那樣 都有點像 我們上次一個朋友的一個宗 就是 這件不怕我 我可以講 在台灣 也是 卻 Adsense 可是 他的神將 神專 他的一體做愛想 正當考慮,就有另一個賣價出現,同一時間 他看了一看,跟店主談一談價錢 他馬上覺得不行,你又選,我要先賣一下 我的朋友差不多是這樣的 他又將這一磚神像請回家 從此入面,就跟著他走回家 最後怎樣處理?又發貨師傅 幸好的,去了一段時間,家人的關係 甚至家裡整個氣候都很差 有一次偶遇一位師傅,就先講起自己的私人事件 當然心情不開心 師傅就說,這麼可愛?你們好好的,為什麼會這樣? 會不會是你家裡擺的東西擺得不好? 就上家裡走一個圈,去到之後就看 這磚東西是誰請回來的? 是誰拿他回來的? 一問,這樣回來的? 他說,不是啊 你有沒有打算擺那位是一位大神? 裡面是一隻魔來的? 接著他就說,啥? 大家聽完之後就叫啥? 請回來的,台灣的佛據公司 是呀,是呀 很正規的 是呀 你不是在街邊撿的,大哥 是呀 那也有事? 是呀 幫你請走他 先把東西拿出來 然後跟他說了大量的數字 還要開球打 是呀,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是要先禮後兵 說完數字不聽 不談就要打 我坐了這麼久,有香火有人看我 你現在要我走 是呀,其實真的是這樣的原理 是真的 然後就打走他 要的,是一件很尖銳的事件 是呀 有時對立面很大 不是你說,你要我走就走 他就說,喂 都是他請我回來 是呀 他上香供奉我 我幫到他 亦都要他有些事情跟回我 你沒理由要我走 是呀 然後大家說了大量 意見不合,說不定數 唯有師傅說 你這樣對別人也不好 請你又不走 只可以和你動手 是呀 是這樣的 真是那個世界 反而是這樣 是我們才覺得 合理一點 所以聽到你說 那瓶花瓶這麼像 又有在酒油裡面 有的,有很多這些 那件事又如何收拾呢 那件事搞笑 我要回去 我要在內地 幫他拿回花瓶 去我們的神壇清 是 即是花瓶最後可以保留 專程捧回來 專程捧回來 接著又清了裡面的靈體 靈體又說 喂 你請我回來的 我本身想留在那裏 你叫我回來那怎麼辦 是嗎 那要買回路票送回去 不適合 不適合 即是我們也要出師有聞 也要有道理 對的 不然又要買回路票 簡單來說 要買回機票送回去 對的 還有一些事情 如你所說 先小人後君子 先說清楚 那是適合 適合就沒有問題了 我們就先去後兵 因為有些不是的 說完不算數 最後我先說六班經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要說一說 我就說 為什麼人們說是禁書 其實因為裡面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叫做邪術也好 方法也好 你可以去幫人 也可以去害人 但你記住 幫人就笑哈哈 可能沒事 但你也有機會承受了別人一些不好的因果 這是第一個方向 第二個方向就是你害人 是 那就麻煩了 你害人 這個世界有 有恩果 有天道循環 是 你今天可能沒事 那第二天有機會 那家人 可能找到一些師傅 追討 追發現了這件事 會追回來攻擊你 到時候你就要 即是我們叫做 去到某 隔世恩怨 也不是的 現世就報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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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 這輩子 可能突然間 不要說這輩子 突然間 你會 諸事不順 是 頭頭碰著黑 找來找去的錢 都花了 不見 不行 真的整個運程 吃不到 找到危 走下去 甚至開頭直到尾 混藥的時候 直接找不到 是 很多時候 就叫人 為何 這麼容易去 學這些邪術的東西 其實也是 因為你立心不好 立心不好 人家當時 是用來保命的 即是保障一群工人 對的 這樣的角度去做 如果你看走去害人 就麻煩 有很多人 現在 很多人喜歡 當這些叫做 試驗性質 不相信 東西是可以 還是不行 我先試試 我見很多人 是試彎了自己 試試一些特別的東西 試試一些邪術 是不是真的可以害到人 這樣 其實很有趣 怎麼會用邪術來試 試試害不害到人 不如想想 可不可以幫到人 更好 要害人為目標 這真是古怪 因為關於受壓迫的事 簡單來說 有人說過 為何人要學這些東西 基本上 對於現實社會 受欺壓的不滿 我有另一個方法 去制衡一群權貴 所以有這類型的東西出現 這類型的邪術 或法術出現 明白 變成很多人 現今的人 你知道 大部份人 都可能會喜歡 罵老闆 社會 覺得不公平 覺得自己 為何 你又做那麼多 為何你現在成了兒子 為何你找那麼多 我找那麼少 為何我做完這些事 你拿了威風頭 我沒有 變成很多人試 有一次我逛街去佛舉報頭 幫客人選擇風水物 我看到一個哥哥走進來 一走進來 我們就有感覺了 簡單來說 像拍戲那些 有一陣黑煙飄的 好像蒸饅頭 蒸出來是水蒸氣 它是黑的 即是有一陣黑氣 黑氣 看一看 我們不會多口 不管它 就任由它 我們繼續看 他就問裡面的舖家 你猜問什麼 有沒有稻草人 即是他拿著 嘟嘟嘟嘟嘟那些 是啊 現成要稻草人 那些是落別人的 那些 我不知道 你可以 那個稻草人 其實很有用途 即是可能是一個替身的方法 你可以拿來治癒人 你可以說 我不是 我拿稻草人治癒人 都可以嗎 都可以 都有這樣的方法去做 但是 大部分人 第一個聯想就是 咦 你想搞什麼 對 以前看過很多 電影 還有電視 也有說 用這些天師 就拿稻草人 用來落符 拿你的時辰八字 放進去之後 就對付你 劇本是不斷寫的 劇本是不斷寫的 現實也是 但現實就可以更簡單 時辰八字 也不用 是的 有名字 有名字 有照片 有照片 其實要做 真的 不是很難 不過 懂得做的人 就不會跟你做 誰受先 到時的因果 也是的 你搞事 我收你的錢 做這件事 這件事 到時有什麼事 我跟天道 交代不了 怎麼你這樣做 師兄 Ivan 你怎麼這樣做 我收了人 我收了錢 就行了 說完 沒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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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你做了壞事 這個才叫做因果 他們很看得 這件事很清晰 這樣 我看到 其實也跟一些朋友 甚至乎 外地的一些師傅 溝通過 近三五七年 不知道是不是經濟環境不好 尤其是在一些 譬如東南亞的國家 有一些 本來是在修煉的 一些師傅 可能他 不是說立心這樣做 我明白 但發覺市場 是存在的 而 在這個市場裏面 亦都給了一個 可觀的收入 他就去幫助一些朋友 做一些這樣的事 相應來說 很多時候 他都說面對一些 為何會 無緣無故你會這樣 你會被人下跌 但 他說其實 可做的做法 做完師傅 自己會收回 他現在這一刻 覺得開心 收了錢 又快 又簡單 又快又簡單 可能是 一段時間 可能三五七年 或者一些 受得信的 可能是 十年二十年之後 才收回 這樣不定 立即賺到錢 他還要是 還要是現在的環境不好 更加多人 有些辣壞心場 有 有 因為 一些人會覺得 其實 我覺得是一個道德教法 大家對因果 理解不深 其實 叫人做的 其實就叫主謀 是 做的最多叫幫兇 主謀 一定是最大罪 因為沒有你的說法 沒有你的邀請 方兇是沒有辦法做的 方兇 成立不了 這件事 正確是主謀嚴重的 是 因為我有聽過他們的 叫做 東南話 飛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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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也知道 有一兩件事 是關乎我身邊的朋友 我問 為何你會這樣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有甚麼跟別人結怨 沒有啊 沒有啊 最後 就得知 蛤?被人弄? 哇 很大仇口 是不是 為何要這樣做人呢 就是要 你自己有沒有想起 一些事件 為何會牽涉到 這麼厲害的 越洋的 叫做飛鋼 之類的東西 不知道是否有些事 令到周邊一些朋友 可能輸了錢 也不行 輸錢而已 你不是幫他下注 他自願下注 你知道 去到買東西投資 去到下注 你自己因為想 賺錢 貪念 才出現一個變數 他覺得輸了不服氣 就找人找負氣 我覺得好像不太適合 有機會 是的 很多時候這些 特別是涉及銀碼 比較大 簡單來說 我都輸了幾百萬給你 不如找多若剛 找人找多十億二十萬 我就整理 整理你 也不爭 反正輸了 有些是這樣的 其實他自己也不是好 你弄完人之後 你自己也會受到 你覺得你會馬上升運賺 不會的 報仇也有快意 也有快意 快來到了 現在看到很常見 是普遍的 也有些叫做 領得野多 很多 譬如幫人落降的師傅 最後都 麻煩了 不要說晚年 很快都坎坷 自己收皮 自己收皮 有些可能真的 反世回來 有些精神失常 有些可能 自己戒頸 什麼都有 法力全燒 會有的 所以 你如果要做不好的事 其實你也一定會受到的 哪有這麼好處 你做完的事 不用自己受到的 真的 做一個向善的普通人 其實就可以了 是啊 我經常聽完 我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你做完之後 要受的 為什麼你拿到這些技能 因為天給你 你拿來做這些事 就要受到 一定是有個因果 我們相信這件事情 是啊 但有些人覺得這樣 很有趣 有些人覺得 如果天 是不讓我做的 他就不會讓我做得到 這樣 做得到的定義 就是讓你這樣用 是啊 實際 那個空間就是 他有一定的自由度給你 包括做好事和做壞事 是你的選擇 如果你選擇做壞事 又有壞事的因果 做好事又有好事的因果 那這個因果的法則才會成立 是的 我自己覺得 聽你這樣說完之後 其實某程度上 這個《老班經》 其實他原意都是幫助人 以及保護他們 其實是一個傳承來的 由怎樣在山頭上 要拿一棵樹 什麼日子才可以入山 石有什麼可以幫助護主 即是幫你聘請你的老闆 譬如怎樣 會幫到他旺 會有財運 及大陣 如何考到官員的角色 做官的位置 都有的 全部都有的 但同樣地有些是制衡的 剛才我說 法一定是陰陽 正反兩面都同時並行 因為我記得有時候 看回他們以前 舊一些的歷史 他們古代 我剛才都說 動土的字眼 甚至下大樑 他們是要選某一些日子時辰 才可以下大樑 那條幾條大柱 是 因為整間屋的骨架 而且木是有生氣的 所以當時我記得 隱約中有些字眼出現過 就不是隨意 今晚我們半夜又舉牢樓上去 明天又半夜 又把柱放進去 不行的 有日子窄的 一來是這樣 二來是甚麼 你不要說是古代 現代也有很多時候 譬如 很明顯住村屋 因為住村屋其實是近的 與大自然 與大自然近 以及與你的空間的距離近 很多時候受的東西 能量是比較強的 例如說 近來有個個案 有個朋友 其實也有些恐怖的 他家前 家附近有個地方掘地 動土掘地 掘地不到他選擇 因為別人要放一條渠 你沒有選擇 是 但是 他一掘地 就不舒服了 嗯 很神奇地 我們的計畫中 真的發現原來 那個方位 在那一年 其實他是衝犯那個方位 是 如果那個方位有些甚麼 掘地 鬧鬧事 那些搞過 那些殺是必定攻擊到 這戶人 是 無獨有我們 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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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的 兩夫妻 是 是 是 男的 就是去一些地方做事的時候 是 是 因為他做一些工程 在做事的時候 會看到有影在飄過 是 有一次 有一個靈體 守住門口 是 不讓他走 嗯 又會藏在那支螺絲批 這麼厲害 藏在那支螺絲批 對 他就說這樣的 其實是鬼一晚 他說那支螺絲批明明放在那裏 做事 做做做 那支螺絲批放在那裏 打算再拿的時候 那支螺絲批 不見了 那時候他都感覺到其實是有東西的 是 真的覺得 嘩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在後面的工廠找另一支 繼續做另一件事 是 做完之後 下一個梯子下來 看到 咦 螺絲批就本身都放在那裏 是 要是人家把螺絲批放在那裏 要是鬼一晚遮住你 你看都看不到 嗯 這樣 變了 他兩個就有這樣的情況 明白 又是關於一些掘地 我們其實有很多殺的 是 真的有路殺掘地 很多時候會領野 是有這些事情的 又或者多口 說過別人一些 不應該說的話 嗯 特別是些甚麼 譬如在隔壁屋 有一些人 老人家過身 你其實 你不要這樣說 不是啊 我是替他們不值錢的 因為 因為 當日的老人家在那邊 因為崛路 認得那兩個老人家有病 病病一下就離開了 嗯 現在就 他們說 他們說 替那個老人家不值錢 所以當日不是掘路 就掘到他們兩個病了 多不值錢 實際其實在別人 你講者沒有心 但聽了那個靈體有意 簡單來說 我也知道我死了 關於K.O.事嗎 是 那又是另一回事 那變成一身藝 嗯 有時候真的 不要亂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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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關你的事 閒事莫理 真的有時候閒事莫理 是 特別涉及二度空間的東西 你可以不開口 就不開口 也是的 因為有時候你不知道 裡面有沒有什麼原因 被牽涉到裡面 那個原因 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也好 不到你說 不關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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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什麼 你離得近 旁邊的東西 你說不是的 我家屋在天水圍的 那我現在 在中環港 沒有問題 有機會是真的隔這麼遠 聽不到的 嗯 但如果這麼近聽到 那件事就關你的事了 因為那時候我也住過村屋 住了一段很長的日子 嗯 其實呢 我是很早一年 搬進去 住了一段很短的時間 我已經知道了 我那間屋 背脊就是早份 嗯 是背得正正的 嗯 還要在我屋的背脊後面 嗯 我有開過房窗看到它 因為以前的樹沒有那麼高 草沒有那麼密 最早期搬進去住 我隔了一段時間沒有住 就搬出去 其實呢 那些人都經常說 你那裏有這些事 你不怕嗎 其實我可以這樣去分析 如果 那裏真的是他們的一種祖墳 嗯 即是說 村民都認同這個位置 是一個 比較好風水的地 嗯 我不知道我這個阿Q精神 對不對 如果我又在他附近住 其實 應該是好一點的 不是那麼害怕的 應該是 因為他們用來放在先人的地方 不會是壞事先 在住的地方 那裏不是說 那裏大眾墳場 是人都放進去的 那我更加害怕 那家屋就在他附近 我又不是鄉住他 他在我背脊而已 你說我對住東西 對住他就不好 即是我有想過這個情況 這個地方 是不是住下去有問題 結果我都叫做了 住了十年都有 厲害 是的 住了十年都有 是的 那我不知道 是否對於我的磁場 有些不好 還是不好 但是到過了我一段時間 叫做 雖然環境不太好 但也算是平安 是的 你說那個磁場 屬於是否漂亮 我不敢說 總之 我相信影響不到我 是這樣的意思 是的 因為很多人都說 選擇屋盡 不要見墳 等等 我是不見的 我是背著他的 不過因為 我知道他在哪裡 是的 你知道香港人 有時候在那裡 你很難避 尤其是某些大屋苑 看著那些東西 不要說哪裡 只是說日出康城 只要你向海 你就會看到將軍澳墳場 是一定看到的 是 無法不見的 整個區域都看到 在那裡 我們很多時候覺得 這些是因人而異 有人就不受干擾 更可能會好 但好過別的例子 是的 有些就是很受干擾 不過呢 那個人生的那個階段 這些運都仍然是旺 撐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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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會有受損的 這樣 變成你旺的時候 好像不是很旺 就影響了運程 是 有些就直接是 撐不住 一進去 哇 周身病痛 諸事不順 有些就很快就搬走了 有些會這樣 是 對的 其實有時候 我們中國人那種 叫做 玄學 術素 是很精算的 因為像你所說 那些磁場 如何聚在哪一邊 好東西 不好東西 你如何衡量 如何把這些東西引流過來 要把這些好東西 又或者是 那個空的能量 或者是刺的能量 是不在這個時間出現 是 這個時間段 不是出現那麼壞 那就沒事了 但如果這個時間出現 那些壞事 能量是佩戴了負能量 就會對人工要很大 是 所以老班經 我真的是第一次聽 之前不是 就是 馮發韜師兄 跟我說老班經這幾個字 我都沒有這麼快想起 今次要找他上來 討論這件事 討論老班經 因為我是未聽過 原來 那班經還有可以正和邪 這下才是神奇 其實正和邪 是關於人的心念 如果純粹學術上 本書都很好看 不過後面那些實在是太多汁 即是說 怎樣令人發達 或者怎樣害人 那是不是八卦的人 都會想揭露兩下 一定 聽到你說可以發達 建屋裝修的時候 放些什麼下去 大家都想知道 但現在很難用 現在我們那些屋 哪裡找一條橫樑給你 找一條鎮給你 都難度高 但又有趣 如果照你這樣說 老班經其實對於從事現在的建築工程 裝修的朋友 還有某程度上的價值 即是有些人可能 就算不要拿這個做賣點 但混雜了這種古代的思考力 放下去 我想這套東西 出現在某些用家身上的好喜好 你想想 你想想 如果建屋出來 不要說百分百得 最低限有一個賣點 我是用老班經的典故幫你裝修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你當作沒事 一個包裝 一個花紙 但你聽起來真的很舒服 這樣裝修 這套戲會令你發達 聽起來很舒服 對嗎 嘩 我想真的要找人試試 對 運用了他入面的原理 即是跟你說真的 不是每個人都適用 但做了好過沒有做 做了之後 你受不了的 就沒事了 你得到 你原來接到貨 就行了 嘩 對 這件事 真的要試試的 就要小心 如果不行 就要背鍋了 對 你要擺得尺尺 試試正正正 而且真的要穩穩陣陣 對 就是那句 做一個師工的師傅 也不要亂出鼓劃 弄別人 對他好 他又沒有什麼 對他好 這句話關鍵了 總之不要跟裝修師傅喊那麼多 本身對他沒有都可以 是 他可能 如果別人是壞的 但你對他好 他最多 都是他的性格問題 就是他的性格問題 是 但如果他本身的格是壞 你就對他壞 就可以了 他又找些事情去處理你 那你就一身矮 不過 都見很多了 就算我們近期 看《中章西望》 經常都有一些難美事件的裝修 然後放上去 還可以互相互告 會有很多 很多 所以有時候真的很神奇 裝修 聽見這幾個字 已經是很頭痛 為什麼呢 剛剛有個朋友 我和師兄也認識 就是因為裝修 遲了幾個月 還未能搬到房子裡住 其實沒辦法 有時候 現在現今的社會 大家都知道 裝修的時間 又要看天氣 工程又要看師傅的時間 如果自己有喜好 又要什麼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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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工作 搞搞搞搞搞 通常都是有遲無組 因為如果準時交給你 那位裝修師傅 他應該是現在最黃的 已經是 他已經完全 可以說是 香港最頂級的 準時交給你 其實準時這個問題 也是要正視的 因為通常都遲 很少會做的 還有很多 是喜歡接完地盤回來 先開一個攤 開一個攤 然後沒有人到場做 到最後 死講難講 才出場 這個已經是很常見 很常見 但是在一個消費者 或者一個業主角度 覺得 怎麼搞錯 你早些快給我 我就租少一個酒店 我都省錢 現在真的 因為始終人力 現在香港是比較缺乏 沒錯 勞動力比較少 你看到現在建造行業 什麼時候都說不夠人 辛苦工 沒有人肯入行 所以老班師傅 真的 沒有程度上 現在 看看 能力 會否吸引更多年輕人 因為那些年輕人 現在入行 我聽聞說 做工程 原來人工很高 很高 很高 所以我們香港 Ivy 很猛地開班 想收回那些年輕人入行 老師傅跟我說 我們現在在一個場 常常在說60歲 是啊 不是50歲 是60歲 正在下手那班 我做了十年的手 已經開始越來越慢了 做了十年不做 他們都做不到 我們全部都60歲 已經沒有年輕人 你看到20歲的鮮肉 哇 已經是極品 又熱又髒 可能 人工高 可能他們未必選 他們很多內行的人 他們現在不是錢的問題 錢是吸引他們不到 因為太辛苦 沒有間房 假期他要去唱歌 去旅行 怎麼跟你做工程 所以大家也是 有時候有些事情 自己想 裝修的事情 最重要是要夾到 千萬不要因為裝修 而大家有爭執 師傅 對你好一點 大家做件事 舒服一點 住得開心一點 你不用擔心 有沒有邪術 這件事 麻煩一點 最多人會不會整理 所以也是 那句 大家可以對待人 對待自己 有時候有些事情 可以的話 大家商量一下 不要這麼多爭執 因為我聽朋友說 十宗裝修 九宗半都吵架 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有些事情 你記住 其實 我們現在這個城市 是特別多人裝修 以前不是這麼多裝修 我記得 我年輕人 是在家裡遊遊 米冠宇郊七 可能我爸爸 大家在那裡 和朋友和叔叔 遊遊 遊遊 現在不是的 叫師傅回來打架 看看賺多少錢 真的 以前是叫親戚朋友 一起遊 對 現在我們經貴了 要找師傅來製造 現在經貴了 就出錢 沒有錄人情卡 就是這樣做 所以改變了 以前有很多事情 你會知道的 天那水 就搭哪一隻 遲漆就用哪一隻 天那水不是各樣可以混合 乳膠七子可以混合水 我還記得 不能撈亂 還有 今年九運 其實洗牌洗得很厲害 你覺得這條街是真的 你覺得活動是少了 真的靜下來 靜下來 很多店鋪都關門 所以大家要加緊努力 沒有辦法 始終入九運 大家加把勁 還有有時候有些事情就是 改變一下 不要只是同一部通書看到腦 因為環境已經變了 像你所說這條街都不同了 日流已經是 不同了 很多事情都上網 也是那句 自己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還有就是 幫自己增值 尤其是九運這個時間 幫自己改變 走那條路會更好 謝謝你 師兄 沒有客氣 我又學過一課叫老班經 好 下星期見 拜拜 拜拜